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很多人以为大涨又要开始了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迅速回落 在盘中一度下跌超过1% 幸好在交易的最后半小时小福走高 帮助他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收高 而他今天的波动也源于公司举办了股票大涨以来的首次投资者大会 黄仁勋回答了众多来自股东的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竞争的问题 因为近期有很多传统芯片制造商和初创公司都发布了试图挑战英伟达的竞品 毕竟他们拥有人工智能芯片领域超过80%的市场份额 所有公司都向来分一块蛋糕 在没有点名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黄仁勋讲述了英伟达将持续维持领先地位的总体策略 并强调 英伟达已经从之前专注于游戏的公司 转型为一家专注于数据中心的公司 同时他们还正在寻求为其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市场 例如工业机器人 并计划与每个计算机制造商和云服务提供商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 此外他还强调 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提供最低的总拥有成本 意思就是说 虽然其他的芯片价格看起来更便宜 但考虑到性能和日后的运营成本 英伟达的芯片其实整体更加便宜 因此他们并不担心很多竞争者采用的低价策略 而且黄仁勋表示 英伟达已经实现了良性循环 在科技行业中 他指的是当一个平台拥有最多的用户时 就可以借助这个优势做出所需的产品改进以来吸引更多的新客户 他说道 英伟达平台可以通过各大云提供商和计算机制造商广泛使用 为开发人员和客户创造了一个庞大且有吸引力的用户基础 这使得我们的平台对客户更有价值 总而言之 今天的大会黄仁勋都在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 英伟达的领先地位将维持下去 不会被轻易撼动 不过英伟达最近一周以来的下跌还是使很多投资者感到担心 但就像我们在上期视频中所讲过的 最近的回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基本面问题 所以大概率只是技术性的调整 短期内投资者可能开始对人工智能的概念炒作感到了疲劳 同时也更广泛地担心市场广度的问题 因此现在的下跌并不代表AI泡沫马上就要全面破裂了 更多的像是短暂的调整 当然大家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短暂的调整何时结束 的确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精准的时间 但是我们通过技术分析还是能够观察到一些信号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这两天英伟达的走势其实还是非常乐观的 之前一度跌破了120这个关键的位置 但目前已经迅速反弹至这个区域之上 所以接下来只要继续站稳这个位置不跌破 那在震荡一段时间以后 大概率还会继续走高挑战140的 但关键就在于能否站稳120这个位置 如果接下来有突发事件 导致英伟达带着很大的交易量跌破它这个位置 那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了 因为跌破以后下一个关键的支撑位 要等到90到100这个区间了 所以还有再跌20%以上的空间 所以虽然现在这两天情况有些稳定 但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它未来一两周的走势 而且我观察到最近很多华尔街的投行也都在发生态度的转变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每一家都是争先恐后的表达看多美股 无论是短线还是长线都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也都先后调整了全年标普500的目标 但最近几天似乎情况有些变化 有几家投行率先开始表示短线看空美股的表现 甚至警告短线标普500将出现10%的大规模回调 当然很多时候机构的看法都是繁殖 甚至是故意割韭菜 但我们还是值得去了解它的 因为如果是手中握有资金的机构 他们短期内大幅抛售股票 那的确会给整体的市场造成很大的抛售压力 首先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花旗银行 他们在今日表示 鉴于第二季度的企业盈利增长预期过高 今年夏天股市可能会出现回调 那花旗的美股策略师克罗纳特担心 标普500指数今年上半年的涨势面临危险 因为随着下个月第二季度各大企业财报季的开始 很多公司都将面临市场很高的财报预期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会发布低于市场预期的财报 导致个股的崩盘 然后情绪的变化会拖累整体的股市 克罗纳特表示目前市场预测 7股以外的493家标普500成分股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他在今日接受采访时说到 现在市场为第二季度财报季设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 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夏季到秋季的灰条做准备 然后在那之后到年底前会有更好的表现 不过在上周的时候 克罗纳特刚刚上调了标普500指数的年底目标价格 原因是少数几只大型科技股将继续推动整体股市走向历史新高 他当时将标普500指数的年底目标 从之前的5100点提高至了5600点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他预测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始以后 美股会有一波短暂的回调 直到8、9月份 然后从那开始直到今年的年底 美股会再次开始强势反弹 甚至涨到比现在更高的位置 那他也不是唯一一个警告短期回调的分析师 不过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 在这里打一个小广告 已经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跳过 那富途木木美港股平台还在进行全新的活动 美国地区的新用户入金100美元 即可立即获得5只免费的股票 入金1000美元可获得10只免费股票 另外现在开户并加入CashSweep活动 可以享受8.1%APY的利息 此外在加拿大开通账户 入金100以上即可领取50加币的现金券 还将额外获得45天的免用卡 免出所有的交易用金和平台使用费 入金5000以上可获得100的现金券 以此类推而且都是固定赠予不需要抽奖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千万不要错过 同时其他地区包括香港 新加坡和澳洲的观众也都有相应的入金活动 此外也要提醒会员朋友们 我们正在进行现实的会员优惠活动 一次性订购全年会员 可享受25%的价格优惠 会员视频也在不断的更新中 我们不仅会更新各股推荐的视频 也会有分析宏观经济和分享交易经验的科普视频 此外内部交易汇总和大V建国汇总也都刚刚更新了 我们总结并筛选了在第二季度财报前 内部高管大量增值的股票 以及华尔街最准的大佬们强力推荐的股票 最后会员们关于市场个股或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深度分析 然后给您一个全面的答复和详细的操作建议 我会把加入会员圈和零股票的连接放在介绍栏 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让我们说回正题 那除了花旗银行 德意志银行也在近日发布了类似的警告 只不过他们回调的理由和花旗是有所不同的 德意志银行策略师在今日警告称 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创下历史新高后 财报季前的股票回购封锁期 将会导致一次短暂的回调 他们在报告中写道 每年1万亿美元的大规模股票回购 仍然被强劲的企业盈利所支撑 但是短期来看 随着公司在第二季度财报季之前进入回购封锁期 股票的回购将大量减少 我们预计占据标普500指数市值近一半的公司 将在本周结束之前进入封锁期 然后在下周结束之前达到70%以上 那我们在图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样的情况要持续到7月底才能陆续恢复正常 所以这也正是他们担心近期美股会回调的主要理由 那一般情况上市公司在财报前都会有一个封锁期 也就是每个财报季度末结束前的两周 开始限制股票交易 并持续到财报发布后的一两天 那德伊志银行此前在4月份 第一季度财报季之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 而当时的封锁期 也的确导致了整体的市场出现了短暂的回调 而现在整体的股市的多头头寸又进一步的走高 已经开始逼近历史的最高记录 目前它位于第95个百分位数 德伊志银行表示 相比之前4月份的情况 现在的宏观状况更加糟糕 当时发布的宏观数据都是相对乐观的 而近期我们一直看到的都是经济放缓的危险信号 所以他们认为 现在再次回调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而且他们看到了三个主要的风险 第一个是在科技股的推动下 整体股票仓位急剧上升 但市场广度不断恶化 第二个问题是 整体的风险偏好上升 导致大量资金流入了股市 但现在看起来 油资已经不多了 最后随着下周第二季度财报季的封锁期开始 回购将再次暂时减少 那这两家投行 花旗和德伊志都表达了短期看空的观点 那即便市场没有进一步回调的动力 在这些机构的推动下 很可能很多资金也会变得更加谨慎 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而且不仅这两家投行 还有另外一家Piper Sandler 也在今天发布了警告 很难让人不怀疑他们是不是商量好的剧本 Piper Sandler投行的首席市场技术分析师 约翰逊预计 在今年夏季 标普500指数将大幅下跌10% 他还表示 投资者未能注意到市场广度不佳 和动能减弱等危险信号 他在今天的报告中打了一个比方 他写道 当驾驶汽车时发动机警告灯亮起时 大多数驾驶员都会安全地将车辆靠边停车 并评估汽车仪表盘上面的警告灯 而现在的情况就像汽车仪表盘一样 股市的警告灯现在已经开始闪烁 但大多数投资者完全忽略了他们 因为市场上的风貌情绪正在加剧 投资者依然在享受这一过程 而且他还强调 这些警告灯闪烁的时间越长 修复的成本 也就是市场调整的幅度 就会越痛苦 今年股市的整体飙升 很大程度是优于英伟达等人工智能 巨型科技公司的优异表现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 今年已经分别上涨约15%和18% 而且就在上周 标普首次突破了5500点 然而现在投资者担心 市场已经跑得太远太快 并且今年下半年将更加的动荡 比如上周短暂成为全球最高市值的英伟达 目前已经从最高点下跌了10%以上 约翰逊还写道 根据我们仪表盘上闪烁的市场警告灯 我们认为 标普500指数早就该进行维护了 而且接下来可能会回调10%以上 回到上升的200日移动平均线的位置 而且他还预计标普500指数 今年年底将收于5050点 所以和刚才另外两位 年底依然看好美股走势的策略师不同 他不仅看空未来一两个月的表现 更是看空到年底的走势 不过总而言之 无论这些策略师对全年是如何预测的 但现在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无论是财报季预期过高 还是封锁期的开始 断定短期内美股有回调的可能性 那在我看来 没有必要因此就抛售手中的股票 毕竟长期走势还是非常乐观的 但如果打算投入新的资金 那不妨等一等 看一看这些策略师担心的问题 会不会在夏季和秋季到来 那届时如果回调出现了 那或许是一个非常好的加藏机会 最后在宏观数据方面 最新的房地产市场数据 释放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美国商务部今日发布消息显示 5月份美国新建住宅销售量 环比暴跌了11.3%至619,000套 这也是自2022年9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同时也是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大同比跌幅 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新屋销售量 大幅下降了44% 在这里也做一个小调查 生活在北美的朋友们 是否有感觉到近期房地产市场 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 那今天美国商务部还报告称 5月份新房的中卫成交价 同比下降0.9%至417,400美元 这也是2023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且之前的4月份数据也被大幅下调 从之前的43.3万下降至41.7万 同时这还创造了另外一个记录 那就是自2021年6月以来首次 现房的中卫价格高于新房的中卫价格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平均新房价格 反而低于了二手房 而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毕竟新房的成本是远远高于旧房的 那正如美国银行昨天警告的那样 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陷入了困境 我们不相信它会很快摆脱困境 在新冠期间房地产活动激增以来 至今已经大幅回落并稳定了下来 但我们认为降低负担能力的因素 造成了房主不愿意以新的高利率去贷款换房 因此有限的交易量将在未来持续存在 与此同时使情况更加糟糕的是 现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中 新房的供应量也在5月激增了14.8%至48.1万套 为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很显然 现在持续保持在7%以上的借贷成本 还在不断地给新房销售造成巨大的压力 正如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最新的调查显示 很多建筑商都在最近表示 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他们对销售的前景信心非常不足 市场情绪已经跌至了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建筑商还面临着创击路的再建新房数量问题 这导致他们被迫降低价格以吸引购房者 因为会有更多的库存将在未来需要被消化 所以随着新房和现房的库存大幅增长 现在市场上的买家拥有了更多的筹码 而同时更多现房的卖家也试图提供更多的优惠 比如帮助解决成交的成本和维修资金等等 以来促进更多的交易 所以按照目前这个趋势来看 整体的情况都显示 美国房地产市场整体的趋势 未来几个月不会有明显的反转 还会持续的疲软 除非美联储突然开始大幅降低 这也会导致抵押贷款利率的大幅下降 但目前看来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至少目前看来 这样的情况大概率要持续到美联储开始降息 而现在看来这个时机要等到9月份 甚至11月份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 并且麻烦您在评论区留下一个手动的赞 这样让YouTube的算法 把视频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们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